讓它不會跑出來 其實上面用4.5公分就可以了 用6公分,上面用6公分,底下用3公分 這樣子 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樣子怎麼辦? 距離 太寬了對不對? 太寬了 我們刻意的就是找一個 因為你們回去玩會面臨一樣的問題 這個時候就不能用太長了 就要找什麼呢? 找這個短的 找這個短的話,這樣子一定是又不夠 不夠高 那怎麼辦呢? 要找這個 這種呢? 你不可以找另外一種的 找另外一種它高度又不夠了 不可以找這種的 它這個也有一凸腰的 就是這個厚度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然後我們再把它裝上去 這樣子 你看 它就可以旋轉 然後我們如果說把剛剛的馬達呢 像我們剛剛這樣裝上去之後 一樣 這個老師你們在操作幾次呢 就會很熟 你看 這邊會打到 有沒有 這裡 這裡會撞到 那這邊呢 我就會怎麼用呢 這邊就要放一個 因為這個太長了 這個可以拔掉 放一個什麼東西呢? 放一個斜齒輪 比較短 這種呢? 間距比較短的斜齒輪 這個也是斜齒輪 就把它放到這邊 這個距離呢 它的這個長度比較短 這樣它就不會卡到這個齒輪的位置 像這樣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縫隙 好 那這樣子呢? 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摩天人要怎麼做 摩天人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齒輪比是減速的 齒輪比怎麼算呢? 就是 主動輪 現在主動輪是幾顆牙齒? 十顆 被動輪是不是四十 所以呢 齒輪比就等於 主動輪的齒數 比上 它的齒數 所以是多少 一比四 一比四 就什麼意思呢? 它轉四圈 它才會轉一圈 所以它是減速 齒輪比 一比四就小於一嘛 它會減速 這樣OK嗎? 好 那這個齒輪比怎麼算呢? 我這裡面有用了一些例子 所以你們回去 你們回去看數就可以了 好 讓老師